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对比一下椰子五百古白 做完球鞋我已经拿去鉴定过了 给你们看一下今天的结果 你们可以去查一下这个帖子哦 42.5码 给你们看一下正品的鞋标 这专是正品 正品鞋标上面贴有这个简约的标签 房的话是没有铁油的 这两双都是房的 都是没有铁油的那种检约标签的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是工厂的名称 是广东新元万邦鞋厂 7月19号生产 万邦鞋厂就要是那个 阿迪的那个代工厂 整理给你们看一下 你们感受一下 正品的话鞋头是比较白一点 这两双显得灰一点 这两双做的有点像那个什么 椰子粗袋灰白 它的皮毛显得比较长 长一点 这双也是比较长一点 正品的话是比较短的 因为它上面涂有一种 涂有一种材料 所以说它的皮毛显得比较短一点 颜色也是比较白一点 但是它们用的材料都是一样 对比加斜舌 你们可以看一下 上面 像这种小点小点 这种是反光粉 你们可以看那个闪光拍的话 可以看 拍出那种效果 就是闪光 小金粉 对比一下后跟 像正品的后跟 比这两双刀要小一点 看起来比较短一点 看起来比较短一点 都是同样的马术 这个地方也是比较白一点 这双是最灰的 还有这个网是比仿的都要小一点 仿的这个网是比较大 你们看一下 像这个颜色也是有点色长 这个显得有点黄 这个 显得有点灰白 还有这个地方 这个角度是 像那个三角形这个角 里面可以下方 这个角是非常小的 给你们对比一下 这个地方 侧面这个地方 侧面这个地方 侧面硬直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话是 比较模糊的 它不会像反的 做的那么那个 凹凸啊 这种反的比较凸出来 凹凸感是比较强的 比较清楚的 正面是没有这么清楚的 正面是比较有点蘑菇感觉 这双也是 这双 也是比较清楚的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正面是比较远的 相反的是比正品 会硬一点 摸起来是比较硬一点 然后那个硬度值我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双是正品的 像这个 那个数值越小 这个远度是越远 数值越大是比较硬的 这双是第一双方 到五十四左右 到五十四左右 这双是第二双方 到五十五左右 这双是正品 四十三左右 正面是比较远 给你们对比一下那个中理头线 像正面的中理头线 那个线是比较短 它线不会拉得很长 给你们看一下 好 这样看不太清楚 好 这样看不太清楚 图片我有朋友给你们看一下 这双是正品的中理头线 它那个线是比较短的 它不会像仿的 线拉得比较长 这双线拉得比较长 还有这个针孔比较大 空隙比较大 这双也是一样 鞋垫也有朋友 还有这个鞋盒 正面的鞋盒是比较小的 像那个印字也是比较淡的 我会像这两双方的印字都比较黑一点 有图片对比我会发在这上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之前都有别的节都有对比过 这双也有对比过 你们看一下 有图片对比我会发在刚才那上面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今天主要讲这几个细节吧 主要还是色彩 色彩比较明显 正面比较白一点 正面比较白一点 像这个皮毛也是比较短一点 它不会像 仿的皮毛这么长 现在比较长 摸起来感觉不一样 正面这个地方摸起来比较硬一点 像仿的这个地方摸起来比较远一点 好今天主要对比这么多吧 我 不得了 谢谢 谢谢 你 好